各位腾讯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李一峰 这应该是他们这一季春夏新款吧 因为不应该给我旧款穿 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这个鞋和这个衬衣 因为广州是花都嘛 我觉得这个衣服和这个鞋有那么一点colorful的感觉 其实之前没有去过,你在电视上看 以前也看过很多的艺人去时装周啊 然后国外的一些时装周通过一些影像看到 你觉得它是一个好像很高端很神秘的一个感觉 那去了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每一季这一季的一些好的搭配啊 或者一些服装师的一些想法呈现出来 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高深莫测 因为我毕竟是艺人嘛 我不是设计师或者等等 可能一些设计师去看它可以看出一些比较 比较比较专业的一些东西 那我可能就看一些颜色了 可能今年绿色 我觉得酒红色依然还还不错呢 黑白当然是永远的经典 比较简单比较安全的就是白色和黑色了 那如果春天,我觉得这马上春天要到了 可以加一些稍微有颜色的 比如说像这件衬衣一样 可以去点缀一下 让自己的心情也比较好 然后别人看见你心情也比较舒服 也不是随着心情吧 就是适合自己的最重要 那你就是说你选择衣服 选择衣服或者造型的时候 你会听取造型师的意见 还是说你自己的主观意见 当然会听意见 听他们的建议 如果我觉得我不喜欢 也会去表达出来 因为最重要的是穿出自己的感觉 这个世界需要集合所有的人的好的想法 好的建议 然后去把它放在一个地方 那这个人事情会做得更好 就是之前头发长了嘛 就去修一修,剪短一下 也没有刻意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造型 就因为刚刚拍完那个电影 然后一直每一天都是那个发型 自己看着都要吐了 对,就换一下 我觉得依然是那三个字母吧 YAN 严,严 那我觉得这样把两个都做好了 那它就更好了 没有时装周 现代装 他们也觉得挺好的 不是只有古装好 然后 雷区我现在倒没有发现了 但我觉得你平常出去穿衣服 或者是出席一些活动 你可能或者是自己出去吃饭 等等等等 就是穿的衣服 我觉得首先要适合自己 因为我 我 我 演员 我毕竟是演员嘛 嗯 那我应该不是那些爱豆或者可以打扮得很夸张啊 很有很有很有个性的那种 那我觉得演员还是有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风格 然后有有有一个质感在那会会更好 单品帽子 呃一些手手饰眼镜 就是因为去购物的时间它不是那么多 所以有那么一个机会呢 一定买到自己觉得很尽兴的 比如说跟记者一样嘛 就是我们有活动 记者也我记者也有活动要采访 我们飞到哪你们也飞到哪 其实是一样的啊 那我其实我跟大家的解压方式一样 我相信也是呃或者看一个电影 听一个音乐 运动一下 睡一个懒觉 或者跟朋友聊聊天 就是换一个思考的环境 思维的环境 就会舒服一些 呃偶尔还是有一两天 可以可以睡个懒觉的 要看衣服 要看衣服的感觉 那它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一个呃 造型的衣服呢 那就要正装了 那那那呃就不能漏脚踝了 那它整个感觉是比较休闲的 比较舒服的那种感觉 就可以漏漏脚踝